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3月6号星期五 我们看到最近中共为了表彰在防疫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 在全国凭了很多先进的个人 就是抗疫防控方面的先进个人 但是令人注目的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医院 就是那个华山医院传染科主任张文宏居然没有被评选上 另外一位呢,就是在这个疫情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北大的这个人民医院的那个医生 这个姓王的那位医生,他居然屏障 他说可防可控,然后自己呢也中了彩 误导了大家 而且当时说不会人传人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是对公众才真正需要有一个道歉 这样的人居然能凭上先进个人 当然有人,我看很多网友议论说 这个上海的张文宏没有凭上 虽然上海凭上了15个人 但是这15个人里边都没有张文宏 这倒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这网民说它是好事呢 因为就类似于当年有一次有记者采访陈佩斯 说你有没有得过全国性的一级大奖 他说没有,从来没有 然后呢,那记者很好奇说 你这么出名,作品那么优秀 怎么还没凭上过那么大奖呢? 国家级的大奖怎么没凭上呢? 然后陈佩斯说,我这个人爱干净 所以大家都笑 那么现在呢,张文宏没有凭上这个奖 说明张文宏说的话让中共不高兴了 他说的真话,中共不高兴 也就是说他讲这个病毒在他看来 不会是从美国传过来的 也不会是西方其他国家传过来的 就是从武汉 武汉发源的 然后传染到其他的地方 然后再感染到世界各个地方 这个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个话呢 恰好跟最高领导人的说法不一致 因为习近平最近下令要查出病毒来源 其实明知故问 他明明知道有一些人在帮忙造势 非要栽赃给美国 想嫁祸于人 那么习近平在这个时候下这样的指令 这个导向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明明是很荒唐的 那医学界的人 一般都要复合这些最高领导人的说法 连钟南山都配合演出 钟南山都说 这个病毒虽然发生在武汉 但并不一定来源于武汉 那这个东西说法就说得非常的勉强了 在玩文字游戏了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有人大炮之称的任志强 就是著名的地产商 这个这两天呢 又发了一些文字 在网上流传 他再度开炮 炮轰谁呢 直接炮轰习近平 虽然没有点习近平的名 但是提到了领袖 最高领导人 什么总书记 主席这些的 那讲的事情也是讲他 对吧 他就说这个 有些人好像以为自己 明明没有穿衣服 他好像拼命的遮羞 非得要别人相信他穿了衣服 而且呢 他这个当皇帝呢 这个野心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就是谁敢反对他当皇帝 他就会治谁 反正任志强的意思是说 他自己已经被治过了 以前 前几年 因为他说过党没信党 他感觉到这个非常的不高兴 他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意见 结果呢 就对他进行个人处理 给他这个留党查看两年 但留党查看两年 还算是共产党 对这个所谓红二代的一种 特殊的关照 如果是一般的人 早就被 就是请进去了 有可能就是或者是被拘留 或者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所以对任志强处理的 已经是相当轻了 因为在那段时间 大家也都知道 任志强跟王岐山的关系 特殊关系被公布了 说他以前在上中学的时候 这个王岐山就是他那个中学的辅导员 跟他经常进行个别谈话 后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 包括到后来王岐山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了 有的时候晚上 半夜都可以给他打电话 说明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那么在那样的情况下 才算是保了他一关 虽然王岐山不一定真的要出面 说要为他做担保 但人家还是要看一点王岐山的面子 所以任志强当时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处理 只是一个留党查看的警告处分 这种处分在过去共产党内部 算起来也不算特别的严重 但是呢也足以让人警示了 但任志强似乎没有被这个吓倒 沉默了一段时间 这次呢 他说平时2月9号 他一般都告诫自己 因为原来惹祸就是2月9号惹的祸 所以以后呢 他到2月9号一般都不会随便乱说话的 但是现在他实在忍不住 他觉得这个这么明显的 皇帝明明没穿衣服 却非要叫大家承认皇帝穿了衣服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遮羞 就是说这个到底这个病毒来源在哪 不是很清楚吗 然后非得要说成是来自其他国家 尤其是来自美国 所以任志强这样的一种公然的 这种质疑或者对抗 我估计又会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 那么任志强这样一个人 从年龄上来讲 我没有去仔细的查队 我估计他已经这个差不多70岁 超过70岁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年龄 如果让他再移民到海外 可能他也不愿意 那么在国内的话 就有可能受到官方的打压 甚至会有警察找他喝茶 会有这个官方控制他的言行 那将来今后一段时间里边 日子可能并不好过 但是呢 他钱已经挣够了 一个人 普通的人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 奢侈的目标的话 那他这个钱够他 余生花都花不完 对吧 所以呢 他可能已经不在乎了 他就是要发出几身 自己内心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的 不管以前大家对任志强 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什么样的意见 但目前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应该值得鼓励 也值得敬佩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人 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历史 关键时期都应该发生 当然发生的有风险 有的时候有牺牲有代价 这个是每个人自己你估量 你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 那你就这个起而行之 或者你就是发出几声呼喊 那也足够的引人注意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 不是没有男儿 是大家都不敢说 都压抑着 但是压抑到什么时候才爆发呢 而且这个男儿不仅仅体现在 最后喊两嗓子 大声的敢喊出来了 最终要行动 真正能够推翻这样一个政权 那才是男儿所谓 只是喊两声然后被砍头 确实也算是男儿 但是还不够 因为这样的男儿只会牺牲自己 我们需要的男儿是不但 就是说愿意牺牲 就是做好牺牲的准备 但是不一定真的要去牺牲 一定要想办法自己活着 然后把这个专制埋葬 把这个专制的制度和这些专制统治者埋葬 要完成这样的一些历史使命 然后你再说什么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勉为其难 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 勇气决心 所以我想这个中国14亿人里面 总有一批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如果在某个时点爆发出来 然后引领更多的人加入 那么就可以形成一股非常有利的潮流 所以我希望这个潮流能够早一点出现 早一点冲击 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 我相信目前的这样的一种 腐朽的中共专制统治 已经不能熬太久了 所以大家如果共同发力 在某一时点集中 大家共同来做这样的事情 一起推倒这堵共产主义的专制之墙 那么这个墙就会早一点垮掉 好的 每一天有那么多的新闻 时点热点 我们需要跟踪 需要关注 但是每个人的解读角度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 观察 发表一点有限的言论 但是我想这个时代 如果讲还有一点进步的话 那就是我们有了互联网 如果大家想尽办法 尤其是帮助那些不会翻墙的人 能够让他们知道怎么样 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够翻墙 能够了解一点外面的真实世界 然后把这些真实的信息 尽可能地传递给自己的好友亲朋 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一个具有实际推动意义的做法 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老百姓 这个更多的了解和关注真相 然后让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些真相 然后我们尽可能地 让中国的老百姓多一点这个保护自己的勇气决心和能力 然后共同来抵制一些官方的虚假的不道德的反人类的反人性的一些做法 好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